大家好,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英国煮好味道系列的 蕃茄、红萝卜、炆牛腩 材料很简单,有红萝卜4条 因为在英国买的红萝卜比较小,所以放多些 然后有蕃茄,蕃茄3个,洋葱2个,4粒8个 如果有香叶,放进去就更好 我用了冰糖,用了片糖来代替 有老抽、蠔油、盐 英国买牛腩很便宜,好像这一块是7磅 已经买了1kg 但我买的那一块不算很肥 买到肥的会更好,因为会更软和香 我们先处理牛腩,洗净 然后切粒 烧红锅,放少许油去煎牛腩 不用太多油,因为牛腩会出油 牛腩煎至金黄色 煎完之后,拿起它 原锅放了已切的洋葱、蒜头 炒一炒 然后再放萝卜 再炒一炒 然后放蕃茄、牛腩 再拌均匀 然后放入水 水的位置是盖着牛腩就可以了 然后放3汤匙的蠔油 1汤匙的老抽 1茶匙的盐 4粒的八角 和片糖 如果冰糖更加好 在这个时候,可以放薯仔 如果喜欢吃软的薯仔 可以现在放 如果不喜欢,炆了半个小时 才放薯仔 小火炆,炆了一个小时 大约一个半小时 大约一个半小时 建立繳筒 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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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訂閱、分享和 like 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次見,拜拜